波斯人的来源可以追溯至古代的亚利安人 他们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间 抵达了伊朗高原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 在今天的伊朗西南部有个国家叫埃兰 波斯人在这一时期迁入了埃兰并且成属于埃兰 当时波斯人有很多的部落 有一个名叫安善的部落 公元前七世纪安善的首领叫居鲁士伊士 他之后他的儿子钢底西斯伊士统治时期 臣服于米底王国 米底是一个古代以古波斯地区为中心的王国 公元1612年 米底和巴比伦一起摧毁了亚苏帝国 米底成为了西亚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钢底西斯的老婆是米底公主 米底国王怎么不把公主嫁给米底的王孙贵族 要嫁给一个附庸的小首领呢 这要从米底国王的一个梦说起 一天国王做了一个怪梦 梦中他的女儿撒的尿竟然变成了滔滔洪水 淹没了整个王国 国王醒了之后就越想越害怕 找来了解梦师询问 解梦师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公主是国家的不祥之人 会给帝国带来危险 于是公主成年后 国王就把她嫁给了波斯人钢底西斯 因为比起身边可能篡权的米底贵族 钢底西斯这个驸马显然要安全的多 公主出嫁之后就怀孕了 老国王又做了一个怪梦 这一次他梦见自己女儿的肚子里长出了葡萄藤 葡萄藤遮住了整个亚西亚 解梦师说这是你的孙子要代替你成为国王 老国王一听很害怕 就接回了自己的女儿 公主回国后果然生下了一个儿子 老国王命令一个大臣处死这个婴儿 大臣不敢自己动手 就把婴儿转交给了一个木人 让他把这个孩子丢到荒野 木人不忍心 恰好他的老婆刚产下一个死婴 就用死婴顶替了婴儿交差 这个婴儿活了下来 可是当他十岁的时候 一件小事使小孩暴露自己真实的身份 一天他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 被孩子们选为了国王 有着谜底没落贵族的孩子 不服气奴隶的儿子做国王 拒不服从小孩的命令 小孩俨然一副国王的派头 下令其他的小伙伴狠狠的揍了贵族小孩一顿 之后贵族小孩就哭着回家告状 他爸听了火冒三丈 慎怒之下就带着儿子进宫告状 事情越闹越大 以至于国王亲自介入调查 小孩的身份终于被发现 好在这时候宫廷的祭司说 这个孩子既然已经在游戏中成为了国王 就不会再第二次成为国王了 谜底国王这才放下心来 将孙子送回了波斯 这个故事是西方的历史之父 希罗洛洛写进历史书的 真假不知道 不过之后这个小孩确实征服了他外公统治的谜底王国 开创了阿希美尼德王朝 他就是波斯帝国的创建者 被称为居鲁士二世 也叫居鲁士大帝 他的故事下次接着说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